第二季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整体的状况会比第一季来得好 展望第二季 光宝科总经理邱森斌表示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但景气恢复速度并非像预期一样反弹 而是会逐步缓升 邱森斌指出 虽然资通讯消费性产品订单下修较严重 不过目前已经看到一些集单回流 显示库存调整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看不到的订单有那么长 主要原因我想现在客人因为 担心之前的这个固扯问题 所以他现在下滩部比较保守 然后呢 宁可用集单的方式来看我们这些事情 光宝科加速全球化布局 越南二期厂区在去年正式启用 美国的达拉斯厂 提供资料中心电源管理系统 和生产电动车充电桩 将在今年扩增产能 同时也扩大了在台投资 高雄一期厂区已经开始运作 二期厂区将在6月2号动土 新北中和数位大楼也正在新建中 本来我们是一起今年就可以开始有营收的贡献 现在看起来是应该到明年 如果你我们是供应商的角色 配合我们的客户 我们如果在明年的企业之前 我们可以完成当地交货 光宝科17号召开股东会 公布了2022年财报 全年营收1735亿元 年增5% 营业毛利年增9% 营业净利年增16% 邱森斌认为 车用电子的充电桩 照明模组以及云端运算方面的资料中心 和AI伺服器 以目前CHAT GPT的发展来看 第三季第四季需求强劲 营收可望明显易住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曾星敏 台湾 台北 报道